诗人 有人说 在历史里一个诗人似乎是神圣的 但是一个诗人在隔壁便是个笑话 这话不错 看看古代诗人画像 一个个的都是宽衣薄带飘飘欲仙 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网穿图里的人物 义骑饮酒 投壶流伤 一个个的都是如冠雨衣 义态骁然 我们只觉得摩羯当年千古风流 而他在苦淫时堕入醋梦里的那幅尴尬像 并没有人给他写话流传 我们平调晚花西半的公布草堂 摇向杜林野老典一一久 补居茅词之状 银额苍浪 主管风骚 而他在磊阳 狂淡牛 炙白酒 仗欲而死的景象 却不雅观 我们对于死人 照例是隐恶阳善 何况是古代诗人 篇章遗传 好像是谈拓珠基 纵然有些小小乖僻 自当加以美化 更可滋为弹注 王摩杰堕入醋梦 是他自己的醋梦 不是我们家的水缸 渡公布履中困顿 类的是磊阳之县 不是向我家叨扰 一般人读诗 犹如观句 只是在前台欣赏 并无需侧身后台 打听幽灵声势 即使 刺听得多少奇闻异事 也只可作为离远掌顾而已 假如一个诗人住在隔壁 便不同了 虽然几乎家家门口都写着诗书记事长 懂得诗的人并不多 如果我是一个名利中人 而隔壁住的一个诗人 他的大作永远不会给我看 我看了也必以为不值一文钱 他会给我以白眼 我看着他一定也不顺眼 诗人没有常光顾理发店的 他的头发做飞棚状 做狮子狗状 做艺术家状 他如果是穿中装的 一定像是算命虾子 两脚泥 他如果是穿西装的 一定是像买毛毯子的白鳄 一身灰 他游手好闲 他白昼做梦 他无病呻吟 他有时身居简出闭门谢客 他有时中年流浪到处为家 他苦笑无常 他饮食无度 他有时平无力追 他有时灰金似土 如果是个女诗人 他口里可以闲之大雪佳 如果是男的 他向各形各色的女人去膜拜 他喜欢烟 酒 小孩 花草 小动物 他看见一只老鼠 可以做一首诗 他在胸口上摸出一只狮子 也会做成一首诗 他的生活习惯有许多 与人不同的地方 有一个人告诉我 他曾和一个诗人比邻 在一次同出远游 诗人未带牙刷 聚云留在家里为太太使用 问之曰 你们原来共用一把吗 诗人大惊曰 难道你们是各用一把吗 诗人住在隔壁是个怪物 走在街上有意引起误会 波朗宁有一首诗 当代人对诗人的观感 描写一个西班牙的诗人信号观察社会人生 以致被人误认为是一个特务 这是何等的讥讽 他穿的是一身破旧的黑衣服 手杖敲着地 后面跟着一条突虾老狗 他看鞋匠修理皮鞋 看人切柠檬片放在饮料里 看配咖啡的火盆 用半只眼睛看书摊 谁虐打牲畜 谁咒骂女人 都逃不了她的注意 所以她大概是个特务 把观察所得承报国王 看她那个模样 上了点年纪 那两道眉毛 窥她的眼睛在下面住着 鼻子的形状和颜色 都像磨爪 某甲遇难 某蚁失踪 某柄得到她的情妇 还不都是她干下的事 她费这样大的心机 也不值得多少报仇 大家都说 她回家用晚膳的时候 灯火辉煌 墙上挂着四张名画 二十名裸体女人 给她捧盘换展 其实 这可怜的人 过得乃是另一种生活 她就住在桥边第三家 新油刷的一栋房子 全街的人都可以看见她交叉的腿 把脚放在狗背上 和她的女仆再打指牌 吃的是烙饼水果 十点钟就上床睡了 她死的时候还穿着那件破大衣 墨西的泥 吃的是面包壳 脏得像一条熏鱼 这位西班牙的诗人 还算是幸运的 被人当作特务 在另一个国度里 这样一个行迹可疑的诗人 可能成为特务的对象 辩戏法的总要念几句咒 故弄玄虚 增加她的神秘 诗人也不免几分江湖气 不是敌仙就是鬼才 再不就是孟比生花 总有几分阴阳怪气 外国的诗人更厉害 做诗时能直接的导求神柱 好像是仙灵附体的样子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里看出一个天堂 把无限抓在你的手掌里 把永恒放进一刹那的时光 若是没有一点慧根的人 能说出这样的鬼话吗 你不懂你是蠢才 你说你懂你便可寄生于风雅之灵 你究竟懂不懂 天知道啊 大概每个人都曾经有过做诗人的一段经验 在愿黄婴儿做对怪粉蝶而成双的时节 看花蟹也心惊 听猫叫也难过 诗就会来了 如枝头书叶那样的自然 但是入室烧身 渐渐煎熬成为一颗煮印了的蛋 散文从门口进来 诗从窗口出去了 嘴唇在不能亲吻的时候才肯唱歌 一个人如果达到相当年龄 还不失赤子之心 经风吹雨打 方寸间还能诗意盎然 他是得天独厚 他是诗人 诗不能卖钱 一首新诗如碾断树根须即能脱稿 那成本还是轻的 怕的是像牡蛎肚里的一颗明珠 那本是一块病 经过多久的滋润涵养 才能磨练孕育成功 写出来到哪里去找雇主呢 诗不能给妇人的客厅里摆设做装潢 诗不能给广大的读者以娱乐 妇人要的是字画真玩 大众要的是小说戏剧 诗短短的一阙 从篇幅都不中用 诗是这样无用的东西 所以以诗为业的诗人 如果住在你的隔壁 自然是个笑话 将来在历史上能否就成为神圣 也很渺茫